逆球经济开始复苏 但有食肆东主说 加价潮持续 令经营成本急升 对前景暂时未感太乐观 湾仔这间中菜馆经营四十多年 Dicken是第二代接班人 他说自从恢复堂食 假日晚试客人的确多了很多 但始终旺丁不旺财 但美国生意未恢复 消费力亦未恢复 19703、2008年 直至现在这次 亦相比较 这次是最艰难的 这三年有些真的像过山车 每一次都希望他快些越 Dicken明白经济需要时间复苏 但生意人还要面对经营成本上涨的夹击 当中电费加价 压力尤其大 计算过来说家幅都有四成 大概今年可能过百万 食材、人工、其他各样东西都加 食肆的设备 例如蒸炉、雪柜都要用电 更加不少得要开冷气 还要灯火通明 但现在都要看实际情况 尽量省电 只可以说客人走了 或者在某个地域没有客户 我们可以局部去关掉冷气 关掉灯 我们已经尽量去做了 但都要保持这些质量 菜三宫OK 哪一只 哪一只好一些 食材亦都贵了一两成 Dicken担心价格继续升 餐馆被迫跟着加价 随时得不常失令客人却步 其中一个菜就是九几浸炉 因为来货一来贵了很多 不可以调得太贵 因为要不然客人都会觉得 未必喜欢 所以我们成本贵了这么多 也不能一两加上去这么多 经历了禁堂食 限聚令等的艰难时刻 Dicken期望上下齐心 赛馆的生意尽快好转 无线电视机者 热天站到这里